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心理小课堂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探索室内设计,美化居住空间 二,学习舞蹈,释放身体的活力 三,尝试角色扮演游戏,体验不同人生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探索室内设计,美化居住空间 当然,探索室内设计这门古老而又时尚的艺术 就像是在一片混沌的空间中寻找秩序 或者说,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寻找一丝破那么日常的魔法 首先,让我们回到古埃及时期 那时的室内设计师可能是个身穿亚麻长袍的法老的顾问 他们的工作是确保金字塔内部的壁画颜色能够反映出神的威严 同时也要考虑到如何让千年后的考古学家感到惊讶 想象一下,他们在设计时可能会说 这个图案绝对会让未来的人类头疼不已 快进到文艺复兴时期 室内设计师们开始像是在玩一场装饰与功能的游戏 他们会精心设计一个图书馆 确保每一个雕刻的天使都在向你展示他们最好的侧脸 同时也要确保这些天使不会分散你阅读、神取的注意力 现代室内设计则更像是一场心理学实验 设计师们不仅要考虑颜色、材料和布局 还要深入挖掘居住者的内心世界 他们会问 这个抽象的壁画会让你感到放松? 还是让你想起了那次不愉快的数学考试? 或者,这个极简主义的客厅是否会让你的内心感到宁静? 还是让你不由自主地想要去买更多的家具来填满空虚? 有趣的是,室内设计的历史也充满了一些小插曲 比如,有一次,一位设计师在为一位贵族的城堡设计室内时 不小心把一扇通往秘密通道的门设计得太明显了 结果,那位贵族在举办晚宴时不是有位客人发现了这个秘密 于是整个晚宴变成了一场寻宝游戏 在现代,室内设计师们面临的挑战可能更加复杂 他们不仅要在Instagram上保持风格的前卫 还要确保客户的猫咪在新沙发上拍照时能够得到足够的点赞 他们要在环保和时尚之间找到平衡 同时还要确保智能家居设备不会在半夜自行开启 让屋主以为自己住进了一个有灵魂的房子 总之,室内设计是一门将美学 功能性和居住者的个性完美结合的艺术 无论是古代的金字塔,还是现代的城市公寓 室内设计都在不断地演变 为我们的生活空间带来无限的可能性和一点点不可预测的魔法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学习舞蹈,释放身体的活力 当然,我很乐意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来谈论舞蹈的奇妙世界 首先,让我们把时间拙播回到史前时代 想象一下,一个洞穴人在成功狩猎后 不是简单地吃掉他的猎物 而是开始在篝火旁跳起胜利的舞蹈 这不仅是为了庆祝 而且是为了告诉他的身体 嘿,我们活下来了 让我们摆脱一下那些躲避猛兽的紧张肌肉吧 现在,快进到今天 我们不再需要逃避剑吃虎 但我们的身体仍然渴望那种释放 学习舞蹈就像是给你的身体一个机会 让它从日常生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无论是从办公椅上站起来 还是从社交媒体的无尽滚动中抬起头来 想象一下,你的身体是一个被困在笼子里的鸟 而舞蹈就是打开笼门的钥匙 一旦音乐响起 你的身体就开始随着节奏摆动 每一个动作都像是在说 自由了,自由了 你的手臂可能会像是在空中绘画 而你的脚步则像是在高速地板 别担心,我知道你在那里 但我只是借用一下 而且,舞蹈不仅仅是身体的活动 它也是一种社交活动 想想看,古代的部落会围着篝火跳舞 现代的人们则可能在夜店的舞池里找到彼此 舞蹈是一种语言 不需要单词就能表达情感 它跨越了文化和时代的界限 但是,不要误会 学习舞蹈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你可能会跌倒 可能会踩到自己的脚 或者在尝试最新的舞步时 看起来像是一只四肢不协调的章鱼 然而,就像任何艺术形式一样 舞蹈需要练习和耐心 每一个不协调的动作 都是你与身体对话的一部分 你再说 嘿,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让我们再试一次 最终,当你找到那个节奏 当你的身体开始与音乐同步 你会体验到一种无与伦比的喜悦 这就像是身体的各个部分 突然找到了他们的目的 他们在庆祝 我们做到了 我们是一个团队 所以,无论你是一个舞蹈新手 还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舞者 记住,每一次跳舞都是一个机会 让你的身体从日常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让你的灵魂在音乐的海洋中畅游 舞蹈不仅仅是动作的艺术 它是活力的释放 是生命的庆祝 所以,穿上你的舞鞋 或者吃脚也行 让我们跳起来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尝试角色扮演游戏 体验不同人生 总结来说 室内设计 舞蹈和角色扮演游戏 都是我们可以探索的有趣领域 室内设计带来了无限的创造力和个性化 舞蹈释放了身体的活力和灵魂的喜悦 而角色扮演游戏 让我们能够尝试不同的人生和不同的选择 这些活动不仅带给我们乐趣 还能让我们学到一些东西 增强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所以 我鼓励大家尝试一下这些活动 看看你会发现什么样的惊喜和新的体验 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对这些领域有什么样的想法和问题吗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